小慧 我真是太对不起你了 既没有陈家那种大洋房 又不能像你哥和穆月文那样 大摆宴席 连你六叔都不愿来 你不会怨我吧 愿啥呀 这不挺好的吗 我觉得咱们 比我哥他们强多了 是 现在实行的是供给制 等以后实行了信金制 咱们得给家里多添点东西 小慧 我向你保证 以后我绝不会对不起你 我要让你六叔 让我们政委看看 我这个村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村医 你可不能对六叔耿耿于怀 不是我对他耿耿于怀 是他对我耿耿于怀 我姐在离婚书上 把手膜都按了 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可他的态度一点也没有改变 连咱们的婚礼 他都不来 村医 我六婶不是来了吗 六婶说了 我六叔正忙看美援朝动员会呢 是你六叔不喜欢我 村医 不能这么说 就是在罪气你的时候 六叔都没说过你一句坏话 他找我谈过那么多次话 说来说去敬夸你是好同志 要是这样 那也算我没白酒的 村医 别多想这事了 来吃饭吧 来 喝酒 小慧 你陪我喝两杯吧 你先喝吧 我马上就来 赵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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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来了 赵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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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屋里坐 你怎么在外面 来来来 进入喝两杯 六叔 六叔 大伟 是你 六叔 真对不起 恰巧是我 是你就是你呗 有什么对不起的 你来干什么 穆月文那么有钱 你可以做一辈子寄生虫了 刘叔 不瞒您说 正因为有了您的教导 我不愿意做寄生虫 所以我今天才来找您帮忙了 把腿放下 做每个坐下 说吧 什么事 刘叔 我早跟你说过 我娶穆月文绝不是为了钱 真要为了钱 我今天就不来找您了 不错 穆月文分下的大成国货公司的股份 够我们俩吃一辈子的 顺便报告一下 我们没让陈梦雄和陈老先生 把股份折钱给我们 为了支持陈梦雄把买卖做大 我们把股份留在大成公司了 行了 别跟我说这些 我白听 好好 刘叔 我说您想听的 我要自食其力 刘叔 你帮我介绍一个正经工作吧 您不是跟陈辉说过吗 只要我走正道 您能帮的忙 绝对会帮 你真愿意自食其力 那是啊 解放这么久了 我不能老靠老婆吃饭呢 团长 程会同志 不 应该叫嫂子 来 我敬你们俩一杯 祝你们白头偕老 生活幸福 来 团长 嫂子 如果不是因为明天 我就要赴朝鲜参战了 今天我还真不打算来了 为啥不来 你就是不去朝鲜 也应该来 秦伯 咱们俩的友谊 可是在战争年代接下的 况且小慧还是我们的文化教员 就是因为小慧 我才不好意思来 小慧 那天我还真是一时糊涂了 可你也真是的 你当时就不能骗骗我吗 你就撒个谎 假装答应我 不就没那出戏了 我也不至于被你遛书 处分了那么一大顿 赵副团长 都怪我 不过当时你可真把我吓坏了 这样吧 我敬你一杯 就算是向你谢罪了 来 好了 别说这些了 秦伯 咱们说说朝鲜 你觉得朝鲜的形势怎么样 有人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仗 刚刚安定下来 这又要打仗 还是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打 怕打不好 团长 我觉得这仗咱们能打好 咱们新中国刚成立 加底子薄 不加 可正是因为咱们部队打了那么多年的仗 部队的战斗精神还在 所以这场战争能打好 说得对 咱们背后还有苏联老大哥 苏联老大哥可不弱 来 秦伯 我敬你一杯 好 你在朝鲜等着我 没准我马上就去 我申请书已经写了三份了 好 来 吃点菜 别光喝酒 熊啾啾 气昂昂 跨过雅鲁江 保和平为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而临 齐心团结晶 康梅远朝 大爱美意 变心当 心中正好 拿着 你到燃化部找白云山处长 让他给你派个工作 不过我可警告你 到他那可不许胡作非为 否则我饶不了你 那是那是 我一定珍惜六叔 给我的自食其力的工作机会 以后 关于法律工作的事 我劝你不要再想了 你根本就没这个资格 你要利用你自己的文化知识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六叔 您这介绍信咋能这么写 一边说我是您侄子大学生 一边又说 政治上不可靠 不能重用 这不是事实吗 你是我的职责 我赖不掉 不能重用 就是不能重用 六叔 您再好好想想 这么写好吗 我这人老脸皮厚 不怕丢脸 您就不怕丢脸吗 我不怕 您要让我介绍工作 我就这么写 好 好 六叔 我算服您了 您可是个真共产党 大伟 把你的东西拿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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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伟 你这六叔也太过分了 这样的介绍信写了还不如不写 算了 咱不去白处长那了 反正咱们有钱 贝贝 月文 这介绍信挺好改的 把政治上不可靠 把步子去掉 换上狠 政治上很可靠 不能重用 也改下 把步子去掉 加上鹰 就是鹰能重用 这样能行吗 要被你六叔知道了 那可了不得 六叔他这样对我 他不仁呢 我也不意了 团长 嫂子 你们俩就等着我凯全的消息吧 赵副团长 你还是在朝鲜等着和我会师吧 赵副团长 你一定要多保重 可别忘了学习 程伟老师 你就放心吧 有你这样的好老师 我赵金伯走到哪都忘不了学习 嫂子 团长 让我们一起跟随新中国的脚步前进吧 降大雪 黄梢 乖 穿冲 乖 大人为我一心疼 好了 不哭了 乖 妈妈上不去了 来 姥姥抱 妈 过来吧 来 不哭 男子汉就应该去打仗 存毅 我看你是思想有问题 程慧 你就别烦我了 现在我可不是你学生了 我和存毅先后转业到了地方 存毅到燃化部设备司 当机关党委副书记 我到洪光中学当教师 你好 成了姐夫田建川的下属 程慧 这位志愿军统治找你 对不起 您是 是这样 孙重卫同志 您是不会认识我的 我是受组织之托 把赵兴波团长的两件遗物交给您 遗物 嗯 孙重卫同志 你爱上了一个值得你爱的人 程慧 这是怎么回事 啊 程慧 你是复原军人 啊 又和存毅成了家 有些事情 你可要注意啊 啊 程慧啊 你既然拒绝了赵兴波的求婚 怎么又把照片送给他呢 只要是被存毅知道了 那该有多不好啊 我没送 你没送 那这照片是哪来的 是从义仗 集体照上局部放大的 我记得 还是照顾团长抢着去洗的 这 这爱情 让人感动啊 好了 天副校长 我还有一节课要上 同学们 我们今天作文的题目是 我心中最可爱的人 谁是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呢 我想应该是我们的志愿军战士 你们的老师 曾经在解放军文化塑成学校 帮过三年教员 教过很多 参与编造了新中国的解放军干部 在我教过的学员当中 有一位照副团长 也就是这一阵子 报上一直报到的 血洒三四四二高地的一级战斗英雄 这位战斗英雄 在文化塑成学校就是一位好学员 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最优秀的 当他牺牲在三四四二高地时 华里还揣着这本十字课本 课本上沾满了英雄的鲜血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我们这支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 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 赵太长 赵太长 交给他 赵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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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只是 只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文化教员的话 我一定会爱上赵团长的 你想啊 赵处长 赵团长是真心的 为了我连命都不要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狠不下心来的 至少 我也得先骗过他 你必须要拒绝 因为你已经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 而且你要记住 这个赵团长是骗不得的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后来在三四四二高地上 也捉明了这一点 周处长 我有一个问题不知该不该提 小刘 有什么意见你提吧 我们这戏还在排 还是可以改的吗 赵团长是个抗美元朝的英雄 雪剑三四四二高地 写他在国内与女教师谈恋爱 还差点自杀 这好吗 这有什么不好 赵团长是英雄 英雄也是人 作为一个人在生活中也会遇到困难和挫折的 对朝鲜战士 我是基本上持乐观态度的 大胜不可能 大败也不可能 最大的可能就是拖下去 拖得每个人拖不起了 灰溜溜走人 美国人真灰溜溜的走路 咱就算大胜了 那美国什么国力 我们什么国力 以我们现在的国力 能让国力强大的美国和联合国军 都拖不起就是大胜 好了好了 诸位 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 长相遇为志愿军捐飞机 上海天津也有不少像我们这样的民族工业者捐助志愿军 咱们怎么说 是不是也捐一点 诸位 诸位 我看这样 咱们也拿出点钱来 给志愿军捐几门大炮 怎么样 孟兄 你的大城过货公司可是一盘大卖卖 听说最近又把东丹的一家铺面盘起来了 是不是 我看你一家就能捐好几门大炮 王老板 你这个可叫看人挑担不吃力 盘下东丹的铺面 我这家底可就掏空了 孟兄 你非笑苦了 我们谁也没强迫你 你爱捐多少捐多少 给国家给咱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同胞 你金份金吧 好 诸位 大伙容我再想想 只要能给志愿军捐出几门大炮 我陈梦雄当仁不让 好 好 刘书记 你又忙活进来了 当你到了咱们机关党委 咱机关党委的卫生状况可大别样了 大家伙都夸你 我这个人就是闲不住 闲下了我就犯困 文件我给您放桌上 金书记让您抓紧看 好 放这 好 等一下 不 你这个同志太缺点责任心了吧 你看看 这小便池堵成这个样子 又不掏一下 还有这里 都太脏了 这不是我的事 是的 有些同志吗 那就是不自觉 我知道 你回头写张纸条贴在这上边 公共卫生人人有责 是 算了算了 你不一定识字 回头我来写吧 刘书记 你又跑这忙活起来了 金书记四处找你开会的 走吧 那去吧 行我马上就去 关于我们今后的 金书记 刘从义同志 你可是咱们机关党委副书记 闲下来搞搞卫生我不反对 可咱们事情这么多 你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正式上 阿刘 你不是想砸人家清洁工的饭碗吧 你们去看看 那厕所还能下脚吗 那也不是你的事情吗 咱们又不是没有清洁工 这事先不说了 开会 赵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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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坤 你不上台和演员见着面 算了吧 我呀 我回去再跟你说 这是什么 这算什么东西 这写的不是我们志愿金英雄 而是往我们英雄脸上抹黑 秀玉 我真没有想到 你这个战争年代参加过革命的老同志 老党员 党的文艺工作者 竟然写出这样的举本来 我说 李坤 你别发火 有什么 你具体谈谈 我的一家要大改 小改小修都不行 赵团长作为我们志愿军的杰出代表 在国内和平时期 他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他身上的那些不健康的感情生活 都要拿掉 尤其是追女娇严的那一场 那叫什么 拿掉 秀玉 你要记住 赵团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他身上不能有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 你知道吗 赵你这么一改 这戏还有什么看头 那要看鞋给谁看了 凤雄 你咋不来看戏 我们三四四二高地的演出非常成功 许多观众都感动的流泪了 好 对了 我们后天要去为归国的志愿军战士演出 你也来吧 我现在哪有时间的 咱们东单那分店刚开张 我忙不过来 孟雄 我觉得你变了 我怎么变了 没结婚的时候 你总是那么关心我 我演出的时候 你给我当供给部长 经常给我送夜宵 现在倒好 我让你当观众 你都不愿意了 这 不是 这种新戏有什么看头 咋没看头 我看你的立场有问题 我们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 我们做演员的就是要歌颂他们 对了 对了 我们正商量着给志愿军捐几门大炮呢 那我们大臣公司就捐五门大炮 咱一家捐五门呢 捐不起 不 那倒不是 那是什么 舍不得 咱们这钱它也不是抢来的不是 那好吧 我们姐妹剧团卷 得得得 那还是咱们大臣公司卷 好 来 吃你的蛋糕 程辉 你说像我这样的人能蹲机关吗 那鬼地方真不是我呆的 一天到晚看不完的文件 开不完的会 真是烦死人了 村医 慢慢习惯就好了 我习惯不了 像我这样的人就应该去打仗 你说这组织上是怎么回事 我连写书都写了 可就是不让我去朝鲜 还让我转了业 组织上不是找你谈过了吗 他们说你身体不好 在机关待着我的身体会更不好 那你就找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吗 还说呢 我拖地擦窗子操厕所什么都干 可金书记他们还不说我的好话 昨天开民主生活会 还批评了我一同 说我什么 工作能力差 不读书不看报 存医 那你为什么不能多读书多看报呢 你现在是领导 是掌握政策的人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不行我不干了 存医 睡觉 你 你 来 喝杯水吧 秋雨啊 咱们既是夫妻就是同志 你听我一句劝吧 别在文化局下忙活了 忙活来忙活去 忙出一堆错误 这我还不来吗 三四四二高地 我看你还是主动撤下来吧 来 咱们也该叫个孩子 好 李坤啊 你并没有说服我 我也不会从三四四二高地上撤下来 你说 我写赵团长的感情生活 是资产阶级的 而我认为 这是普通人都有的感情 英雄也是人 而且应该是感情更丰富的人了 好了好了好了 秋雨啊 对这个剧本啊 咱们不再争论了 个人保留个人的意见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该为咱们的新中国 生个小接班人了吧 你看啊 现在呢 战争年代已经过去了 我马上就要转业到燃花部工作 而且生活越来越稳定 该给我生个儿子了吧 哎哟 孙政委啊 你想用生孩子来拖我的后腿啊 这办不到 周副局长 我可没有这种想法 月文 我看还是得去看西医 中医我是不信了 起来穿衣服 让赵妈陪你到协和医院去啊 没事 时候不早来 你去上班吧 周副局长这么看重你 刚让你当了科长 你可别让她失望 快走吧 要不让我妈过来 照顾你几天 她最不待见我 再说 她这些日子又在替陈辉看孩子 也没空啊 长妈 照顾好太太 没事 去吧 老师好 好 老师好 好 老师好 早 武书记 苏老师你早 我来吧 不用不用 我来吧 不用 你赶紧去 别误了娃儿们的课 误不了 您放心 今天上午我没课 给我吧 不用不用 你看 孙老师 那你就去备课 这不是你份内的事 吴书记 您是领导 这也不是你份内的事 我算什么领导 你没听你姐夫田建川副校长说吗 我这个书记 除了会扫地擦窗子 别的什么也干不了 田副校长 他这手胡说 说啥都没有关系 就是不能不尊重党的领导 瞧不起劳动的面 孙老师 你是复原军人 业务骨干 有尊重组织 热爱劳动 以后 你可要积极向组织靠拢 孙科长 咋又是您呢 这自己的办公室不打扫 你就会打扫处长的办公室 你这么靠拢组织 我看还能进步 白处长的报纸 你怎么随便动 看看我就送过来 不行 白处长办公室的东西 谁都不能乱动 孙成伟 你简直成了白处长的看家狗了 不管你说什么 不能碰就是不能碰 您来了白处长 茶我给您都泡好了 开水我也给您打好了 好 好好好 白处长 您脸色不好啊 昨天晚上 被老张他们几个拖着打了夜 扑克牌 都困死我了 白处长 您是不是到里边睡上几个小时 我从外面把门给您锁上 有事儿我再找您 也好 也好 身体啊 是革命的本钱嘛 对 那我出来的时候给您打电话 宋队长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了 上次你让我签的那笔交集费 是怎么回事啊 那笔交集费啊 我给您存在银行了 你咋能这样干呢 白处长 这事儿啊 就咱俩知道 批的人是您 经手的是我 再说 存起来 留着下次工作不照样用吗 这倒也是 这倒也是 行啊 你这个通知 那我对块儿灵活 难怪我们孙政委说你政治上可靠啊 白处长 您放心 咱俩的事儿就咱俩知道 外人一律不知道 我这人怕没别的本事 就有一点好处 政治上可靠 好好好 白处长您休息 妈 我来吧 不用不用 我拿出去晒一晒 不用 那您慢点 姐夫 我觉得你对吴天晴书记 还是要多尊重 前天的校务会上 王校长说 初三两个班的数学成绩 一个学习就上去了 要表扬数学组 你猜吴书记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说一个学期上去算什么 有这一学期的时间 我们从东北打到了天津 三大战役 哪个战役也没有超过一个学期 你说这的哪跟哪 姐夫 吴书记他也要有个适应过程 你不要太急了 这不是什么适应的问题 他根本不称职 是 姐夫 我劝你 还是应该支持他 帮助他 不瞒你说 每当我看到吴书记 我总是想起存意 好 好 孙科长 你看这里设备 不批不批 这话我不是说过吗 好 查 孙科长 对 洛阳电机场的赵老板请您和白处长赏光 务必到洛阳走一趟 看看他们的电机 我和白处长哪有时间去 回家 回家 好 好 客长 查 对 是我 孙科长 什么 又吐血了 早妈 你怎么搞的 我不是说过让你陪他去喜和医院吗 快去吧 我马上到 走 赵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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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少 你这信 谢得太好了 小慧元 不没内数 你六叔可不喜欢 尊严 你喜不喜欢 我也不担心了 为什么 你才把我们都陷进去 我要是也到了朝鲜 绝不会比赵副团长差 你信吗 我信 我是没机会了 只能蹲在机关里发霉了 尊严 你怎么又来了 来 坐这儿 绝尔 快拿回 糟了 白处长让我锁在办公室里了 都一天了 我得赶快回去 你 你简直混账头顶 把老子锁在办公室里整整一天 几个司长找我都找不到 我要害人砸锁开门吧 我又不敢 你说说 你这也叫政治上可靠吗 处长 我改正 我改正 您大人不拔小人怪 孙承伟呀 你可真是把我给气死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领导吗 处长 这样行不行 我请您去全记得吃烤鸭 算我给您赔罪 不去不去 处长 您就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吧 我 那我可说清楚 这烤鸭不能达到公家的账上 那是 那是 像你这种对领导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战场上那是要受到处罚的 是 那是要被枪毙的 是 你想想 在战场上如果敌人攻上来了 麻烦不就大了吗 对 是 你呀 吸取教训吧 我改正 好 收担好 好 徐庆帝 好 好 现在好 早餐长 谢谢你 感谢你们 闯着了这么一台好喜 我想不但要在鬼列宴 还应该到朝鲜去巡回宴出 先给我们三十十二的勇士们开行 告诉勇士们 主轨人民没有忘记他们 感谢他们 他们的贤手没得败留 首长 我们一定听从您的指示 好 一言为定 我们朝鲜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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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议同志 听说 对这部戏 有些同志 有不同的意见 所说 关键是对主要人物的感情系有争议 我看就不要再争了 英雄都是天生的 应该有个存在的过程 我说一听说 讲到感情 我们的英雄也要有感情 一个啥子都不爱的人 不爱自己的同志 自己的亲人 包括他自己 又如何会去爱主鬼 爱人民 没道理 首长 我们能不能把您提的意见 写到文章里去 我看没有啥子问题 我这里也算是一家之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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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谢谢 太好了 崔姨 你今天是怎么了 没 没 没什么 是不是 这出戏 让你想起了什么 小慧 你是不是后悔嫁给我了 崔姨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十字课本吗 嗯 我知道 崔姨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瞒你什么 崔姨十分苦问 在机关她无法适应工作 不被同志们理解 在家里 因为牺牲了赵清波 又对我产生了一些误会 在那段沮丧的日子里 村医怀念战争 不断地追忆着逝去的血火岁月 可望嗅到熟悉的硝烟 程辉 我不怪你 珍妮 应该说赵清波是个好人 自从她牺牲你以后 我老在想她 那滋味可真难受 村医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嗯 现在赵清波成了英雄 可早前他真的不如我 不信你去问我六叔 清波就是鬼机灵 那次打陈县 要不是我带人去增援呢 他那七八十号人 早就壮烈了 他也救过你吧 不就是干包子送信那一次吗 可我救过他三次呢 别吹了 你负过三次伤 清波一次伤也没负过 现在他连负伤的机会都没有了 要是我也去了朝鲜 我也在那个高地上 或许清波不会死 我就是再负一次伤 也得把他救下来 我这人命大 阎王爷不收 我这人命大 我则里给钱 大し 不得她 不是尽不开 只不得 recommend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